而在儿童节的前夕节安 乡长游书贞29号上午是带着儿童节的礼物 前往乡内公私立幼儿园 提前欢度儿童节 而看到了乡长阿姨到来 小朋友们也都是以歌声舞蹈来迎接乡长阿姨 场面是温馨又热络 健兴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歌声来迎接乡长阿姨到来 让乡长游书贞相当开心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这里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游转 咚咚咚吹散 富佑节前夕 吉安乡长游书贞带着彩色笔绘本 前往乡内私立健兴幼儿园 还有一参国小富社幼儿园来探望小朋友 小朋友们用亲手做的花圈 还有绘制感谢卡 送给乡长做纪念 乡长游书贞也一一亲手发放了 这次儿童节的礼品 有没有新鲜的香肠妈咪 好 快快乐乐地向前行 不怕风也不怕雨 勇敢自欺多利益 你想照亮最神奇 国家未来主人翁 我们健康平安 儿童节快乐 我相信每一个宝贝 未来都是我们社会的中间 在儿童节的前夕 希望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也希望祝福他们 快乐成长 幸福学习 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至宝 所以我们疼爱我们身边的孩子们 让我们的乡亲一起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每一个都可以快乐成长 游书贞表示 建设世性环境 让幼童能够快乐成长 是乡公所团队的目标 打造宜居环境 需要大家一起携手努力来创造 祝福同学快乐 借流鼻圣竟然想报导